欢迎回来继续来关心国际间重要讯息 以色列周一持续对巴勒斯坦进行空袭 至少造成一家10口人死亡 据法新社报道 以巴爆发冲突迈入第6天 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已经多达87人 而针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呼吁双方尽快停火 以巴双方都证实 可能会在本周三和潘基文会面 让和平树光乍现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和以色列总统培瑞斯的会谈中表示 我们已经和埃及、土耳其、阿拉伯联盟以及卡达进行了会谈 我们还将和巴勒斯坦当局会谈 但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避免人员伤亡 培瑞斯则称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并说以色列并不想从中获取什么 但在哈马斯的攻击下只得还击 法比尤斯在会见以色列领导人之后 还将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周日的加萨走廊宛入鬼城 民众除了买食物机、染料外不敢出门 对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即将前来斡旋 加萨居民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以色列士兵的坦克和推土机目前已经在加萨走廊边界附近聚集 周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坚决支持以色列士兵的坦克和推土机 以色列进行自卫空袭的同时警告说 一旦以色列地面部队开始进攻 战争可能升级死亡人数将增加 而以巴和平进程将无法进行 前一天哈马斯武装分子继续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 其中两枚射向商业首都台拉维夫的火箭弹 被乙方的铁虫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潘基文上一次访问加萨是在2009年1月 新常人记者罗小综合报道